第七集 J.霍华德·卢卡斯 亚拉巴马州博明汉人 跟我说同一个公司的两个销售员 是怎么处理同一件事的 他说 几年前我是一个小公司的管理层 附近有家大保险公司的分部 他们的销售员划分区域 而我们公司那块被分给了两个人 我叫他们卡尔和约翰 一天早上 卡尔来我们公司闲聊了几句 说他们公司最近推出了一款 专门针对各公司管理层的人寿保险 觉得我们可能会感兴趣 他说问清楚后就来跟我们说 那天 约翰看到我和同事们喝咖啡休息完后 正走回办公室 就在路边大喊 嘿 鲁克请留步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他急走两步 非常激动地跟我们说 他们公司那天新制定的针对管理层的人寿保险 就是卡尔随意聊到的那种 他想给我们开第一单 他重点针对承保范围说了几条 然后说 这保险太新颖了 我明天就叫总部派人来详细解释给你们听 不过现在这会儿 先把申请表签个字吧 那他就可以更多的信息可以参考了 他的激情感染了我们 我们很想要这种保险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任何细节 保单拿来之后 就确认了约翰起初 对这种保险的理解 我们每个人从他那里买了一份 后来还加倍了承保范围 卡尔本来可以做到的 但是他没有努力唤起我们 想买保险的渴望 世界上充满了找钱 找自己的人 先放下自己 努力为他人着想的人 是少数 所以他们有无穷的优势 卡尔和约翰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大律师兼美国顶级商业领袖 欧文D杨格曾经说过 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 理解对方的心理活动的人 从不需要担心未来会发生什么 如果读完这本书后 你只得到了一个东西 即使从这本书里 你只得到了一个简单的技术 也就是总能考虑到对方的视角 那他就能成为一块 实打实的事业之砖 从对方的视角进行观察 诉诸他内心的极切渴望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操纵对方 让他做一些只对你有利 而对他有害的事 不 双方都应当从协商中有所得 在写给维尔梅伦先生的信中 写信人和收信人 都会通过执行建议而获得 在安德森夫人写的信中 银行和他本人是双赢的 银行得到了一个有价值的雇员 安德森夫人得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 而在约翰卖保险给卢卡斯先生的例子中 双方都能从交易中获益 还有个双赢的案例 来自迈克尔一 威登 罗德岛卧里客人 利用了诉出热血需要的原则 他是俏牌石油公司的区域销售 迈克想成为那一片的首席销售 但有个加油站成了拦路虎 加油站老板是个老头 特别不愿意保持加油站的卫生 破破烂烂的 严重影响了汽油的销售 小老板根本不听迈克对升级加油站的请求 多次谈心并劝了很久之后 没有任何效果 迈克决定请小老板去访问 俏牌当地新开的加油站 结果他对那里设备环境大为震惊 而迈克再去他那里的时候 整个加油站都干干净净的了 销量增幅创造了记录 迈克也成为本地区的首席销售 他所有的谈话讲道理都没管用 但通过领着小老板 参观最新的加油站 他在小老板的心里唤起了迫切的需要 他达到了目的 小老板和迈克取得了双眼 很多上过大学读过维基尔 懂神秘的维基分的人 从未发现自己的心是怎么转动的 比如有一次 我给惠普公司指那个大空调生产商 新招聘的大学毕业生 办过一个沟通方面的课 有个学员要劝其他人在业余时间打打篮球 他说 我想请你们去打篮球 我就喜欢打篮球 但前几次去体育馆 人太少凑不成局 还有一个晚上 我们两三个人只能玩投球 我的眼睛还打紫了 我希望你们明晚都来 我真的很想打篮球 他说了别人需要了什么吗 如果体育馆那么冷清 你肯定也不愿意去 对不对 他想要什么 你才不在乎呢 而且你也不想把自己的眼睛打紫了 那么他是否可以告诉你 去体育馆 你能得到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当然 精神好 胃口更好 头脑清晰 好玩 游戏 篮球 重复一下 向弗里特里特教授 睿指的忠告 行为来自我们深深的渴望 所以对于想要增加说服力的人 无论你是在公司里 家里 学校里 政坛上 我能给出的最好的忠告 就是首先要 诉诸对方的内在需要 若能做到这一点 整个世界都会向你招手 否则 整个世界都将离你而去 笔者的培训班里 有个学生很担心自己的小儿子 这孩子特别瘦 不肯好好吃饭 父母用的常规套路 妈妈想让你吃这个 吃那个 爸爸很想让你快快长大 孩子会理会这些吗 也许就像你在沙滩上 不会理会一粒沙子一样 希望一个三岁的孩子 对一个三十岁的父亲的视角 做出反应 真是太缺乏常识了 但那就是这个父亲想要的结果 太荒唐了 他最后终于醒悟 所以他问自己 那孩子需要的是什么 我怎么能把我的希望 转化成他的需要呢 他这么一下 问题就简单了 儿子有一辆小脚踏车 他喜欢在布鲁克林 自家房子面前的路上 骑来骑去 街上隔着几户 住着一个爱欺负人的大孩子 他常把小孩子 拉下来自己骑上 小孩子哭着 跑回来告诉妈妈 然后母亲出去 把大孩子拉下来 让小孩子坐上去 这样的情节天天在上演 小孩子需要什么 回答起来太简单了 他的骄傲 他的怒火 他对重要感的渴望 所有这些天生强烈的情绪 都刺激着他 他要报仇 他要一拳打在大孩子的鼻子上 他解释说 只要按照母亲的吩咐多知 总有一天他一定能把大孩子 一拳打得昏天黑地的 他父亲答应了这件事后 好好吃饭就不是什么事了 现在他什么都爱吃 菠菜 泡白菜 咸鱼干 一切可以让他快快长大 打败那个欺负人的大孩子的东西 解决完这个问题后 这对夫妻又解决了另一个问题 孩子有尿床的问题 挺头疼的 他和奶奶一起睡 每天早上奶奶醒来都会摸着褥子说 哦 强妮 看你昨晚又做了什么 他就会说 不 不是我干的 是你干的 打骂羞辱 一遍遍说爸爸妈妈不喜欢他这么做 但强妮继续尿 所以他的父母亲问自己 怎么才能让孩子希望自己不再尿床呢 他有什么愿望呢 第一 他要穿父亲那样的睡衣 不喜欢奶奶那样的 奶奶已经受不了他的夜尿症了 所以很高兴答应给他买件那样的睡衣 只要他不再尿床 第二 他想要自己的床 奶奶并不反对 母亲带他去布鲁克林的一家商场 对女售货员眨眨眼睛说 这个小绅士想买点东西 售货员尊敬地问 年轻人 你想看些什么 他挺了挺胸膛 站高了一些手 我想买张自己的床 他把目光投向一张床 母亲很中意这张 于是向售货员使了个眼色 售货员说服他买了这张 第二天 床就送来了 晚上父亲回家的时候 他跑到门口大叫 Daddy Daddy 快上楼来看我买的床 父亲看到了 遵循查尔斯·施瓦布的教诲 所以给予了真诚的嘉许 不吝啬自己的赞扬 他说 你不会再尿这张床了 会吗 啊 不不 不尿这张 他信守承诺 因为他的骄傲在里面 这是他的床 是他自己买的 他还穿着男人才穿的水衣 他要像一个男人一样 他做到了 还有一个父亲叫KT杜奇曼 他是一个电竞工程师 也是班里的学员 他无法让三岁的大女儿吃早餐 常规的责骂 请求 红等方法都不管用 所以他的父母问自己 我们怎么才能让他吃呢 小女孩喜欢模仿母亲 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 是大人了 所以一天早晨 他们让他站在一张椅子上 让他来做早餐 他正脚卖片了 父亲趁机溜进厨房 他看到父亲进来就说 啊 爹爹 你看 是我在做卖片呢 那天早晨 哄都没哄 他就乖乖地吃了两碗 因为他在意那粥 满足他的价值感 做卖片给他的自我表达 找到了一个途径 威廉温德有一次说 自我表达是人性的主要虚愿 那么 为什么我们不在工作中 使用同样的心理原则呢 当我们有个好点子 不要让别人觉得那是我们的点子 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搅拌一下这个点子 做那份早餐呢 他们会觉得那是他们的 他们会喜欢他的 没准也会喝两碗呢 请记得 首先要诉诸对方的内在需要 若能做到这一点 整个世界都会向你招手 否则 整个世界都将离你而去 原则三 诉诸对方的内在需要 本集完 感谢您的收听 置の经浪 感谢您 明显